各位朋友好 欢迎收看 癌症问康健 康健为您找专家 我是康健种族笔章小慧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 确诊晚期肺癌第一天 病人要如何面对问题 找到最适合自己 最有效的治疗 医病共享决策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邀请到的是 亚东纪念医院肺癌团队的召集人张成瑜张医师 张医师好 主持人好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 每年新诊断的肺癌病人 有16000多人 而且那个趋势还在慢慢往上增加 我特别想请教张医师的是 一般会到你们肺癌科 大概病人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他们来我们的门诊的最主要的症状都是 咳嗽或是有一些咳血 体重减轻或是有声音沙哑 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其实在肺癌里面有七成左右都是比较晚期的病患 那常常见到的早期病患都是由于我们在做健康检查 或是说现在国健署所推行的一些地计量电脑断层的检查 针对高风险的族群所做的 那发现了一些小的结结 那这些结结可能是呈现一个毛玻璃的形状 然后去做一个早期的切除 那减低这些疾病的复发 所以有些有高风险族群的 包含他的二等轻内有肺癌的 或是抽烟的烟龄超过30年以上的 必须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状况 那可能可以及早做处理 那减低这些因为肺癌所产生的复发的情况 是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推的那个低剂量电脑断层 就是肺部的CT low dose CT 希望我们将来那个30%的病人 比较早期的肺癌可以及早发现 告知这个坏消息其实就是一个治疗上的一个关键 那这个关键会决定在病人一开始的第一印象 他会不会对你有所信任 通常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会非常的拒绝他这个诊断 那另外 病人会怎么说 他会说 医生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那我真的是晚期吗 那有没有机会我可以痊愈 就像我刚开始所说的 这些病患其实很多都是属于晚期的肺癌 那晚期肺癌其实在目前要完全能够痊愈的机会 其实并不高 会需要一段时间他才能够慢慢跟上医师告诉他的一些治疗 跟告诉他需要做的一些配合 所以在刚开始诊断肺癌的前半年都是属于病患的情绪上比较不稳定 那我们通常都会劝他说 这些晚期的肺癌其实目前有很多新的治疗方法 那包含手术啊 标靶治疗啊 包含化学治疗 放射治疗 还有就是免疫治疗 会根据每个人的基因检测 还有情况的不同 然后会去做选择 那目前在肺癌的治疗上 其实也不是只有一线的治疗 并不是说我今天只有一个治疗 然后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不会更改 那在这治疗的过程里 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些接续的治疗 让病人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存活期 在这个过程当中 毕竟是攸关性命 而且是晚期肺癌 所以他应该会去找第二意见吧 是 接受第二意见之前 张医师有没有觉得说 其实您特别要提醒病人的 寻求第二意见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首先自己要对自己的疾病 至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知道自己是肺癌 是哪一型 然后是哪一起 然后有没有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那第一个医师跟你做的建议是哪些 接下来的就是你必须要 准备一些足够的资料 包含你本身的一些 病理报告 还有影像学的报告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甚至可能更进一步可以拿到 基因检测的报告 那这样子才能够让第二意见的医师 能够有更多的资讯 那他也可以告诉你一个 比较中肯的答案 在做这些选择之前呢 首先就是尊重医生给的决定 跟一些意见 那不要一直处在一个类似像 到处在寻求意见 那可能也会耽误了在治疗的时机 其实要做一个smart patient 病人自己也要做功课 知道自己的肺癌是长哪一种 然后有什么分类 那再来听医生说 他给我的治疗计划很重要 是 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大概就是一个62岁的阿姨 那他也是远道而来寻求第二意见 多远 他是从台中过来的 从台中到你们板桥亚东医院 这个62岁的阿姨 他刚开始来的时候 也是拿着他的病理报告 那诊断就是一个肺部的一个癌症 就已经是肺癌合并有脑部转移 那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基因的突变 那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些建议 告诉他他能够有的选择 叫做疫病共享的过程 也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告诉他说他能够做的选择有哪些 那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什么 那像这个病人他有脑部的转移的话 其实在一开始的治疗里面 就会分成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单纯只治疗 治疗他的肺部 那希望说腰部能够让他进入到脑部里面 那能够让他同时治疗 肺部跟脑部的一个肿瘤 那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分开治疗 就除了肺部之外呢 脑部也赶快去做一些处理 那所有的治疗其实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我们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希望这些病人在承受了这么大的副作用 这样子你得到的反而是反效果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循序渐进 告诉他能够有的选择 听您这样讲他应该是先治疗肺部还是说你们的考量 我给他的选择当然是希望他能够用一种治疗 因为我们在做放射治疗的过程里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脑部的组织 这样子对于要打一个持久战来讲反而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方向 所以我们在治疗上我们还是希望说先用标靶治疗开始 那因为他是属于在国内很常见的EGFR的突变治疗 所以我们在给他药物上就给了第二代的标靶药 那给标靶药之前我们一定会告知他有副作用 每个人的副作用其实都是因人而异 那发生的时间也都是不太一样 有的可能会是一直不断的反复出现 那现在很多医院里面其实都有所谓的癌症的一些 叫做整合的治疗或是整合医疗的团队 那以亚东医院而言通常就是有 胸腔内科外科放射肿瘤科放射科病理科 那社工心理师还有个管师 所以副作用的管理上能够让病人更安心 那这样子他才能够在药物的配合度上会更好 在度过了前面这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顺利的吃完第二代的标靶药物吃了大概三年左右 那当然在治疗肺癌的过程里面有第二个关键点 就是这个转折点上就出现在出现抗药性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告诉他接下来的选择 那目前其实已经进展到像是精准医疗的年代 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可能要再做一个重新的切片 那就发现是一个比较常见的T790M的突变 我们就帮他申请了新的第三代的标靶药 那就持续一直治疗到现在 其实医师还是有方法的就算出现抗药性 然后肿瘤好像又变大了 没关系医生他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都帮我想好了 他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肺癌 您现在撑到现在四五年有了吧 有四五年有 一般平均大概是三年半左右 但是这是一个平均值 那或许有五年的有十年的都有 我们目前手上的也是有十年的 所以最后是不是请张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晚期肺癌病人科您想要传达的重点跟概念 关于晚期肺癌的话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了解自己的疾病 然后跟医生做一个充分的沟通 然后制定一个合适的治疗的方向 那在治疗的方向确定了之后呢 就要朝着这个方向来走 然后另外就是管理好 因为药物所引起的一些副作用 那相信医生帮你做的一些更进一步的选择 那当产生抗药性的时候呢 也不要太沮丧的时间不要太长 保持自己乐观的一个生活的态度 然后补充足够的营养 然后维持适当的运动 还有就是相信自己跟医生所做的决定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病患其实有时候他在乎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品质 而不是在于他时间久或不久 医生会在这些药物的选择上 帮病患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排 就像是一个教练会帮这个球赛 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投手的上场 有时候一个药物的接续的治疗 其实对这些病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在这一场对抗晚期肺癌的球赛里 医生是教练 然后他会安排好的投手 陪着病人一起把这一场战役把他打胜 或者是说让他能够撑得更久 然后我们可以想到更多的方法 一样就是也许就是与肺癌和平共存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雅东医院的张晨驴医师 给我们这么精辟的分析 那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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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